阿慧寶的思考是很公正的 有時候好像他的作品有一個很架構性 說到外面的時候,他其實很有興趣 裡面,他之前說有些東西是好像器官 所以表面有裡面,再者有流動的東西,源頭的東西 我儘量傳播每個作品的比較強烈的狀態 就去寫 寫的時候考慮到我不想有罪事性 但又不是直接寫詩的東西 就變成了一種不如 不知為何感覺上,其實我都叫做,我不自定 我叫做好像一直都揣摩到他,怎樣想 所以我覺得不如有一種好像meditation這樣的文字 所以其實不是思考性 是一種通過有很多重複的字、句、結構 就讓讀的人慢慢,好像從他的作品、經驗 以至於看文字的時候,就進入了一種狀態 好像一種很耐醒的狀態 所以最後一個很簡單的題目 就是六種練習 就是練習了什麼的practices 就是一種好像meditation的practices 這樣教給他吧 那觀祖呢? 他就直接用了這個做整個展覽的題目 改了一點點,變成了6-part practice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跟我們這個六種練習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一定是一些宗教意味或者是靈性的 一些靈想的練習 同時也可以是一些身體的練習 或者是有點像練習功夫的時候的那種身體的練習 以及在一個攝影或宇宙在文室之間運行的過程 這個過程就像一個練習 因為循環不寫不斷進去做 所以我覺得他和我看那個展覽的場地 都是一個整體在那裡看完 如果是六種不同的練習 他沒有了那個放在那個展覽的時候 就沒有了那個練習 所以就變成了6-part practice 其實是一個practice 但是不斷進去做6步 另一個想法就是他好像一首練習曲 或者一首歌 就是他有他的音樂性 所以是有節奏感的 這個應該是可能不斷進去的 就是董契章對於作品物理的描述 會不會令到你關注這個作品的物理的表達方式呢 就是說你其實可以有很多選擇的 例如你可以說中藥的特性 中藥是怎樣醫人的 你可以說很多一些其他東西的 但是會不會出了這六種練習之後呢 你跟著這六種練習去練習呢 當然會不會是一個有益的提示 亦都可以是一個 將你原本之前做哀的一些research 去將你轉向用 我會說吧 我先補充一句吧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雖然我寫了一些文字 的確有些好像很物理的科學方面的說法 但是我為什麼不寫呢 就不是單單我自己有興趣去說這些東西 我感覺到榮寶也有興趣 事實上其實他給我很多粒子 都有這些分析的 那些東西是怎樣運動 那些東西是怎樣運動 那些東西是很有... 就是他說他很喜歡科學玩的那些東西 是嗎? 他很聰明,他很聰明 他很聰明 是啊 是一個實驗室來的 是啊 去到他的workshop 真的是一個實驗室來的 就是我們做一些科學實驗 那樣 所以我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寫這種文字 應該是會... 為什麼 是會和他的作品是有正面的作用的 那樣子的整體 所以我也很認同 我覺得這個... 如果再寫的話 我也覺得會有其他可能性 但是現在來看 都是很好的文字 就是... 和我的想法 相似相似 還有... 我看中藥都是一種物理性 就不是他的藥理性 那種... 他實際跟身體藥的... 有什麼藥理的關係 就... 很少在這邊看中藥 就是對我來說 都是一些物料性的東西 就是... 在他的外貌、形狀、氣味 他也太重要了 之前真的有想過 將他擺放那麼多出來 但是這個方法 就一定... 不是一個空間大赤的問題 而是會用另一個呈現的方法 就像一個工作室 或者一個實驗室 但是... 但是... 都是... 後來就決定 去想有一個 複雜的效果 就是自信其中的時候 然後還是... 可能後來的故事性會比較強 一些可以... 所以一想到那個故事是怎樣 的時候就會... 只會挑選某幾種 然後就把它... 做大一點 那麼... 那個... 選擇的過程 其實... 就很自然的 就是... 有哪幾個 是真的去到一個 可以... 做到 覺得他完成了之後 是... 有... 可以... 有個... 大一點 就是最後 結果可以想像到 更加... 就是... 實際的想像到的 就是... 那個... 那個... 其實我是... 比較小心的 就是... 我看到它... 是在滾釀中 有些東西會在擦 但是... 那我就要觀察這個東西 或者... 一定程度上去... 去... 給少許... 進入下去 讓這個東西成形 但是又不敢太多 去... 影響了 或者... 會... 太過介入了 它... 就是... 就... 就... 它很想保存 就是... 它... 自己去... 發展出來的東西 那樣... 所以我就知道 有些... 比較... 小心翼翼地去... 想自己應該... 介入多少東西呢 什麼時候沒有出聲呢 沒有太多意見呢 那樣... 所以... 我覺得... 好的... 後來出來見到就是... 就是... 每次談... 會... 帶到一些... 就是... 一些新的觀念... 就是... 每次都有一些新的觀念出來了 然後我就去等下 看看這些新的東西 它會怎樣去... 去... 發展它 然後它會總結了出來 給我看 告訴我 寫下來 這樣... 那樣... 那樣... 那... 那... 我覺得這樣... 就是... 至少在這次的環境上 是... 適合的了 就是... 我不可以... 走得... 就是... 差得太入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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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bre... 那些會不太ing 認ró 但是呢這也是.... 就是... 這是... 我... 這個過程裡面... 我又會... 那... eager... 产生另一新的概念 如果要把藝術家团体做的东西 形成一个链金术识 它就是将一些 因为是有限的材料放在藝術 然后透过时间、精力、想像 以及一些过程 这些过程可以是神秘的 也可以是纯粹是技术性的 将不同的材料和素材放在一起 它就会产生一些 与这些原材料有关 但是这些是要 为某一个固定的目的服务的一件产品 一件物件的产品 我们这些产品也叫做蜜蜜 所以如果我们用 用链金术的过程去看的时候 产品的过程 其实脱离了中药的元素 变成一个 例如练丹的事件 变成一个叫做丹药 而为了要调理人的身体 作为一个目标 这个就不是它要做的事 虽然说中药 它反而要产生 要发明另一个系统 来处理这些素材 处理素材 有点特别有趣 就是它不会这样将原材料 比如中药的某些原材料 直接拿出来 直接用 你看到它全部都处理过 例如数目 你看到它明明这么粗的东西 将它切成像牙签状 用一个很厉害的方法 将它做一个类似建筑的结构 而这些建筑也就是一个建筑 正正就是一个空间 和我们说 它不是为了一个所谓设计的过程 而产生了一个设计品 它用这个过程 是产生了一个 可以投放想像的一件物件 这件物件 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一个艺术物件 我的感觉就是 可能没有那么 因为我是看它的 就是我常常会想 它是一遍 在自然界的时候 它本来就是一些生物的东西 然后经过 曬雨淋 然后又被人曬干 它又瓷片 将它分界 然后放在一个药店里 又会被其他生物 扶植它 然后会发毛 我们将它在太阳之下再晒完 然后再很多不同的加工 然后又加回到水 煮回去 变成了一盆 将这些植物的所有精华 就放在这碗药里面 这个过程 我经常会想 所以这段展览 或者这段文字 如果将刚才那样的过程 反正就是一个药店的精华 好像会放在一些 好像跟中药有直接关系 但是将它演出来的一些 一些字或者影像 所以中药有很多生和死 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所以我经常有做过想法 就是做了那一首 我的想法都是有将一些 生物和死物的模糊 在他们的界線 将一些有机物和无机物 将他们模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